说到我国最先进的武器就不得不提到武器 美国与中国都有五代机 但两国的五代机使用技术也完全不一样 有点也完全不同 像美国的A-2和F-35都有机砲 而殲-20却没有装备这个武器 这是为什么 啊 其实非常简单 以前航炮对于战机是非常重要的 使用攻击敌人也很方便 但是在超音速出现后 它就渐渐不受到人们的重视 有些国家甚至也没用它装备上 比如中国的五代机殲-20 它就没有装备航炮 有些人就有疑惑了 为什么美国的五代机F-2和F-35装备了机砲 它却不装备 难道是殲-20不先进 其实对于殲-20来说 在与其他战机格斗时 只需放出一发弹 而在对付五代机时就更用不上航炮了 虽然F-2和F-35都有航炮 但是都是内置航炮 射击比殲-20精致多 就算殲-20也想内置也不行 而殲-20使用了超音速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是禁止使用航炮的 五代机速度很快 航炮速度也很快 经过于空气摩擦 飞机速度超过速度而将自己打中 也很有可能的 当然 如今的战机速度都快 航炮的速度也快了起来 很容易导致两方箱撞发生事故 即使现在发生了战争 五代机的导弹打完了 实在打过了桃也是一种很好策略 因为五代机速度足够快 不需要装备航炮与人慢慢打击 在殲-20刚出来时 人们发现它没有航炮还很沮丧 以为是中国装备不上 其实是处于各方面的因素考虑才有装备航炮 如今看来 不装备航炮也是一件正确的事 科技在发展 即使这项技术曾经受到了心爱 当下已经不适用了就要善于取舍 研制出更好的来取代它 这才是更好的发展一面